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玄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原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35章 林慕蟬出世 4 上次說到我們跟著坐鳳樓 去到南郊魚骨廟用魚骨井做廢水井冰 古人的辦法果然沒有騙我 一小時後拿出來,果然整壇都是冰 我們很快手用棉胎巴做壇 然後向赤衛山趕過去,很怕那壇冰會融化 林慕蟬的腳就不太好,他走在最後邊 時不時咬著嘴唇,又或者拔下頭髮 他整個人顯得很焦燥、很不安 有時在暗暗落決心 總之他的表情很複雜 回過赤衛山後就快到半夜 那些冰就融化得快 但我們也唯有等到午夜之前才開工 因為到最後那個時間 才能塞著五分之中間的氣洞 楚鳳樓圍著那扇火葉槍轉了兩圈 由條腰撞了一把斧頭出來 看著旁邊一棵小樹 舉起斧頭就要斬樹了 其他人明白他要做甚麼 他就解釋說 我打算要做條梯 這棵火葉槍的樹幹這麼辣 爬不到上去的話 怎麼可以把那些井冰灌到樹頂呢 所以就做條梯了 不過先說定 條梯我來做 但我一把年紀就上不到樹頂了 你們這些年輕人來吧 黃金彤和張書網聽了之後都摸了頭 而林冒蟬在旁邊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不如把冰給我吧 我不用碰那棵火葉槍的樹幹也能上去 黃金彤聽了之後皮笑肉不笑地說 林冒蟬啊 派誰上去都不可以派你了 四個大男人在這裡 派你這個 那隻腳不太方便的女人上去 成何體統啊 林冒蟬聽了之後 反而有點不服氣 他帶著哭腔說 你…你甚麼意思 看不起人了 我見到他們兩個就快要吵架了 趕快擺手勸他們說 打著打著 我們這幾個 誰都不用上去 楚鳳流聽到我這樣說 追問我 咦?那你有甚麼方法 我回答他 等你做完梯也到後半夜 早就過了時辰了 再說這棵火葉槍那些職業的貿物 就算順著梯爬上去 隨便被拼叮叶 刮到臉都要辣至有個封 大家聽到我這樣說 也覺得很有道理 即時之間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跟著繼續說 其實也很容易 我這裏有隻老鼠仔 走得很快 用它把兵送上去再下來 前後都是眨眼的功夫 那麼短的時間 捏不住老鼠腳的 這隻白鹽快鼠在鼠沙裡有勾 牠爬樹上樓一點問題都沒有 昨天我純復白鹽快鼠的時候 德林慕蟬在旁邊看到 楚鳳流當時掛著吃東西 我在做什麼牠完全看不到 所以只得牠對白鹽快鼠半信半疑 但牠沒有反對我的方案 因為放隻老鼠上去 怎麼也比放過人上去 我把白鹽快鼠從伯蔬廊放出來 這陣子牠已經聽我洗 蹲在地上 那對老鼠眼看著大家 我不叫牠動的話 牠也不敢動半步 洗蟲這件事是個技術 再聰明的蟲也聽不懂人說話 養蟲又不是養兒子 兒子一放學 老爸可以跟牠說 叫牠不要寫功課 去馬路對面的酒店 幫老爸買二兩高糧回來 兒子聽到之後 躺躺躺躺就懂得去 但蟲就不行 洗蟲要事先演蟲局 就是用趕蟲人的方式 和蟲說牠應該怎樣做 至於怎樣演蟲局 是趕蟲人的不存之比 有些趕蟲的前輩 可以把趕蟲的秘訣跟別人說 但怎樣演蟲局 牠打死也不肯說 所以我跟其他四個人說 這麼多位 不是我黃德錄做事不夠光明磊落 不過我這個術法 在別人面前 是慢慢不夠膽露出來的 這是師父留下來的門道和規矩 我不夠膽不遵守 他們幾個看到我這樣說 反而挺爽快的 紛紛退開 避開了 三個男人去到一棵蟲廚底下休息 林慕蟹就一個恩 遠遠在了一塊大石頭上 我看一看天色 差不多到午夜紫時 而這顆火葉窗的氣孔 即是我在紫時時塞著它 其餘時間再塞的話 也無法起作用 所以我們看著時間 在午夜時上山 我和白鹽快鼠演了個告 白鹽快鼠很快就明白了 接著我把壇冰打開了 那壇冰開始溶著了 我用楚鳳流的斧頭 敲一小塊 用樹葉包著 塞在白鹽快鼠的口裡 那隻白老鼠腳步移動 瞬間就見不到 再一眨眼 它又回到我的腳邊 在短短的時間中 爬上火葉窗 將那壇冰扔到氣孔裡 然後很快地爬下來 這樣是捏不住腳底的 一塊冰已經填到五分子的氣孔裡 事不宜遲 我馬上跟它擔了第二塊 很快它又回來了 就是這樣 反反覆覆扔了八次 當第八塊冰 從樹頂上掉下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那個氣孔已經塞滿了 這顆火葉窗的氣孔 向外飄是陀螺煙 不會十分辣的 漫漫之間雙生雙黑 那些廢水井冰 遇到陀螺煙之後 會形成高壯的物質 既不溶化 亦不揮騰 所以可以將火葉窗的氣孔 塞到死死實實 陀螺煙飄不到出去之後 就會在樹幹裡聚集 聚到一定程度 那棵樹幹裡就會打破陰陽 它自己把自己燒死了 等棵樹倒了之後 只要破曬的火 剩下的殘肢斷肝 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 百寶珍珠紫金木了 我揮了一手叫大家過來 跟他們說 現在的事就做完了 就等著棵樹自己倒下就行了 他們四人這時都張信張義 不過我就沒時間讓他們質疑 他們說 黃金銅 你回到荒山廢廠那裡 把那隻老雷拉過來 如果他不跟你走 你就用點鹽 一路灑點 他就跟你走 記得準備多點繩 等棵樹燒到倒了 要用那隻雷仔來拖木頭 黃金銅摸了頭就去做事了 接著我對張書望和楚鳳樓說 你們兩位老人家 麻煩準備些細沙草 等到樹幹燒到倒了 你們用沙土來弄熄火吧 接著我轉身對林慕禪說 嗯 我們倆負責對付霍天鵰 我隨身揹著蜘蛛袋裡有一瓶豆油 是我叫黃金銅從張書望行李裡偷出來的 老實說 霍天鵰是什麼樣子我根本沒見過 我只不過從書上知道有件事叫霍天鵰 趕蟲的前輩畫插圖根本沒辦法看 各種比例失調 那隻霍天鵰畫得像雞一樣 所以對付霍天鵰我身裡一點底氣都沒有 實在不行就對著羽毛潑豆油 如果還不行就用打獸龍鞭 如果還不行就要用綠骨刀 不過不到萬不得已都不可以用綠骨刀 因為刀槍沒有眼 如果是普通的走獸 有打獸龍鞭和綠骨刀我身裡就很穩固 但飛鯨實在不太好對付 懂得飛的東西都懂得偷襲 他在天上邊人在地下 最好的結果都不過是打平手他飛走就算 如果他是炸敗飛走 等我們大義時回頭偷襲我們 一抓就可以拿我們的命 想到這裏我還有少許後悔 為何我會來做這件事呢? 若不是那個林沐蟬一定要來 我打死都不想見識一下這個霍天鵰是甚麼樣子 霍天之下這麼多重 我為何要過來陪霍天鵰玩? 簡直就是不需要拿來摔,屎乎痕而已 這波火業艙的氣洞雖然堅固了 但要堅固到陰陽敏亂 自己燒在自己倒下的話還需要時間 最起碼要幾個小時 那隻霍天鵰是早晨和黃昏兩個時間過來聞煙的 如果剛好在黎明之前 那棵樹就倒下的話 或許我們就不用撞到霍天鵰 這是我自己的曉行心理 既然一輩子都這麼黑仔 可不可以有一次可以走運呢? 將書望和草鳳流走開去準備小沙土 將書望除了外肚子 一櫃一櫃在意圖沙土 別看這個老人家七十多歲 他的身體很好 工作時110 left民衛力 反而是草鳳流 沒走幾轉而已 驅傾大氣 撡清到底還是佔子生中氣足 林務 solved とrutare 林務附然後和我站在一起問我 我問:「那顆火葉槍還有多久才會倒塌?」 我回答他:「看樣子差不多要去到天亮的時候。」 林慕禪顯得有點慌張,然後說:「那我趁這個時間去找一件袖手的兵器 關鍵時可以對那隻撲天雕一擊致命 我先去找,你小心點。」 說完後,他也不理我了,閉嘴閉嘴地向山下走下去 我拎了頭暗暗在這裡笑:「嘩,他的口氣也很大啊 不是說撲天雕是個蟲,就是一隻普通的雕 不是說一擊致命,可以走近看多兩眼,都算是有道行 還說要找什麼袖手的兵器? 我袋裡有綠骨刀和打瘦龍根,這樣還不夠嗎? 難道是他膽小臨時縮沙? 他臨時縮沙,我反而覺得就輕鬆了 起碼不用分精力出來保護他 於是我讓我猜了一下,我自己自保應該還可以的 那些細沙土團結得差不多了 兩個老人家坐在樹底下吃煙 面上露出很興奮的神情 一個在想著如何發達,一個在想著自己副棺材版 我等林慕禪和黃金彤回來,等到也有點心急 余光好光,遠山好蒼茫,秋風陣陣 忍不住令我想起了和老虎母在一起的時光 每一本蟲書他都和我詳細地講解 去到他過世時還有一本書他還未和我講完 正正好是記載著撲天雕那一本 所以我也把那本蟲書帶在身邊,有時間拿出來看看 其餘的蟲書我都到老虎母的墓裡 反正裡面的內容我都到背如流 想起這件事,我不由自說地從蜘蛛袋裡拿出那本蟲書 這本是線裝書來的,木板印刷,窒息很大 由於月光好光,暫且可以藉著月色去看清楚內容 既然明早有可能會遇到破天雕的話 不妨再看看吧,看看有沒有什麼遺漏的地方 我對破天雕這張蟲記憶很深刻 因為在蟲書中記載了世間絕大部份的蟲 每一種記載的章法都是一致的 首先是對蟲的介紹,接著就是插圖 然後是破法,亦就是趕法 講白了就是如何可以剋制蟲 大部份蟲的黑法都是用雙生雙黑的道理 亦就是在自然界裡找到可以剋制蟲的東西 剩下一個小部份,趕蟲的方法很奇特 以後會慢慢講到 最後是歷代趕蟲人前輩的筆記 以後我也要一條記住,以背後人查驗 這叫屍成有罪 大部份趕蟲前輩的筆記 是記載在某年某月,在某個地方遇到某隻蟲 應該怎樣做,全部都是實踐心得 唯獨對破天雕這件事 只有介紹和插圖,後面什麼記載都沒有 去到另一頁,直接介紹下一種蟲 所以我對破天雕的印象很深刻 我坐在石頭上,小心翼翼地翻開了那本蟲書 這個也叫林鎮磨槍 我很快就回到破天雕那部份的內容 其中記住的內容和我記憶之中是一模一樣的 我有點失望,難道趕蟲的前輩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隻蟲? 待我整股都是疑問時,我用手指裂了書旁邊 突然發現,記載破天雕這頁書的書頁比其他書頁更厚實 於是立刻打著火鏈,點了幾支草棍,藉著火光來看 不看是由自豪,一看就很緊張 原來這本蟲書由於太久了,發霧,兩頁黏在一起 我趕快從十三泰寶的百寶囊裡拿出心,仔細細把我的書頁挑開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謝謝你的收聽